这是一架中国航空之父冯炉设计的飞机 它在110多年以前成功试飞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 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把它设计的冯炉二号用模型给复原出来 再给试飞成功 这也算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了吧 我之前设计能力不行一直不敢开始 今天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有心让小伙伴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历程 整体的结构设计基本上都是按照冯炉二号还原的 为了控制重量还原飞机原有的质感 制作材料使用的都是轻木 机关切割加工出来的 机体有些部位也做了一定的优化 轮子设计了一个蜂窝结构用来减震 机翼内部增加了碳纤维管 用来提高机翼的强度 现在这架飞机用来飞特技动作肯定都没有问题 特技飞行是冯炉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画面 这架飞机目前谨慎的问题就是前轮不可转向 没有错 我看了很多资料图前轮都是不能转向 为了还原外观 前轮就没有去增加转向机构 地面方向控制现在完全是靠方向度 带着前轮打滑飘移 这架飞机滑跑起飞应该是比较刺激的 空中飞行就是靠全动的压抑和负抑 这一次使用的电池很不一样 龙耀给我弄了几块Magic V8以上拆下来的青海湖电池 让我试试能不能在寒模上使用 我手工串联焊接的两组容量2930毫安的电池 我本来以为饭店会不太行 没想到动力还是很暴躁的 70%优门推动比就过一了 桌面简单调试了一下就可以去试飞了 我的大拇指刚刚切了一刀 蹬了个伤口贴 现在拿妖工器没手感了 炸机机率又提高了5% 第一次试飞 起飞差点空翻 桌游直接掉地闪 起落架怕闪架 现场502修好 第二次试飞 起飞直接空翻倒飞 真的不是我控制的 是它自动倒飞 还特别稳定 翻滚回来就特别难控制了 然后又怕闪架 502再次修好 这几条命都是502给的 第三次试飞 起飞单边机翼四处 直接摘到地上 这一次炸的稀碎 修都没法修的这种 飞机摔了三次 然后我测了一下青海湖电池的电压 单片电芯4.31V 相对于含膜电池 还是属于满电的 就离谱 回去研究了一下炸机碎片 重新优化了设计 把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全部改良了 重新切割制作了一架 一展也从原先的80厘米翻大到了1米4 这一次控制取消了压抑 我还是玩不太赚 老老实实使用常规布局 复翼也往后移了 冯炉2号的原复翼设计 我感觉是有问题的 复翼在机翼中间 容易产生雍色效应 中午制作好 下午马上进行了试飞 这一次机器更大 动力系统也更换了更大型号 现在这个电池是两片并联了 一片的话压不住重心 电池太轻了 所以是加了两块上去 好 冯炉号 优化的第二个版本 来吧 开始试飞 冯炉保佑 不要失速了 走 成功起飞 但是看这个摇摆的姿态 我马上就感觉到 他还是进不稳定状态 真的 特别难控制 怎么跟你们解释呢 就像在冰面街舞 看着风盘摇摆 风盘激动 但是完全不做控制 没办法 只能破件 不然就要掉河里了 怕 齐罗架再次闪架 还好这一次损伤不是特别严重 回工作室 重新优化了前齐罗架设计 重新打印零件 简单维修了一下 这就到了第五次试飞了 第一次试飞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我从最开始的短袖 到现在的残袖 还要加外套 试飞 我把龙耀V Plus也钻了上去 用来拍摄空中的飞行画面 手机很轻 才214克 这点重量对于飞行 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刚好也能用来配重压重心 之前一直投轻了 耶 不要炸鸡 走 他这个没有转向 就这么烦 还得推 复翼 正常 升降 正常 方向 正常 好 方路保佑 走 拉 哎呀 这只调得很好 来个低空通场 右转 来了 已经是满油门状态现在 看遥控器 他速度好慢 应该是杆子太多了 帅气 看到手机了没 还在录像 好了 反方向再来一下 他的抚眼还是有点忽悠忽悠的 好 准备降落 右转 一直是满油门 现在是满油门状态 哇 这个帅 完美降落 怎么样 值不值得点个赞 这架飞机是非 比我之前任何一架都更有成就感 冯炉二号的话 以现在的眼光看 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优化的 必定是110多年以前的设计了 中国的第一台飞机 但是在110多年以前 这也是世界领先水平 我后面也试了一下特技飞行 通翻 横滚 完全没有问题 冯炉设计的时候也肯定没有想到 在110多年以后 他的飞机也能飞特技 我有着现成的图纸资料 有着先进的加工设备 有着钱被积累了百年的航空理论 制作是非跟模型 都失败了这么多次 可想当年 冯炉设计是非是多么的艰难 需要多么的坚持不懈 也正是有像冯炉这样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科研者 独行自演 不断挑战科学高峰 中国科技才能突飞猛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制作是非冯炉号遥控模型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是木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